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说我们看到它都是三角形的 但是它没有任何一块 是能够完全一模一样平均起来的 因为它是有红度的毛组 古罗马人的这个雕塑呢 全部都是半裸的裸体 那么而且呢 它有的时候都会有缺脑袋 那么这个石碑呢 那么它被誉为呢 欧洲呢 拉丁文的象形文字的鼻祖 是伦敦市中心呢 现在唯一一个城堡 大家好,我是小王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西门市 自从1066年征服者威廉 在这边加冕以来 西门市一直是历代英国君王的加冕所在 也是在这几年来 安葬和纪念英国历史上 许多著名人物的地方哦 数个世纪以来 已有数百万名的这个朝圣者 历领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也来到这个伟大的传统西门市啊 哇,我看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呢 今天是阴天啊 除了其他活动以外呢 西门市主要是一个定期举行祈祷仪式的教堂 是基督教敬拜上帝的所在 那大家呢 呃,建在公园西门啊 960年公园西门都可以的 原本呃,是一个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的教室呢 不仅以虔诚文明 对所有的,来这边的访客呢 非常的热情好客 呃,西门市完全自给自主 不接受来自国家 皇室英格兰教会的任何资金 他们主要仰赖门票的收入 来维持这个西门市 这个历史上的建国啊 来,银河笔法之体 我们现在依然还在英国 英国真的太迷人哦 有的是伦敦哦 很多人游览欧洲很多地方 但是其实 呃,可能你们对英国的了解度没有那么高 那当然英国可以玩的地方呢 从南到北到威尔斯到巨石镇到到约克 在更北的地方,埃尔兰哦 甚至到尼斯湖到格林威治哦 所以英国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分骨头来算哦 呃,只是在市场当中 呃,大家对英国的了解 都没有那么高 可能不太清楚知道 可能还是以法国啦等等我为主 但其实英国真的很特别 真的很好玩 我们这一趟的英和笔法 我们主要的重点都在伦敦啦 大英博物馆 成立在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 一定有261档的历史哦 这个大英博物馆呢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博物馆 三大集中一个 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有求的 这个博物馆集中一个 呃,所以来到这里呢 这个博物馆最得数的事 不用钱啊 不用钱啊 这个博物馆第1个 第8的是哦 但大英 你也感觉以为来到埃及博物馆哦 他藏的东西 我感觉比埃及博物馆还要丰富哦 这是大英 让我觉得最特别 最特特殊的两大 全世界最大的室内工厂 然后他那一公元有1696块透光玻璃所制成 我们英国呢 在夏季的时候呢 它的剧造呢 是非常长的 所以呢 那为了今天呢 还是很丰富的 我们的博物馆 一块是完全一样的 虽然说我们看到 它都是三角形的 但是它没有任何一块啊 是能够完全一模一样平均起来的 因为它是有弧度的嘛 啊 那么我们呢 这边 左边呢 是古希腊和古埃及展示 而孟乃伊在三楼 右边呢 是亚洲图州国馆市 那么我们的 左边呢 是古希腊和古埃及展示 这块石头呢 叫做罗赛塔石碑 啊 待会呢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块石头 那么它呢 是花岗岩的一个石头 罗赛塔石碑 啊 那么这个石碑呢 那么它被誉为呢 欧洲呢 呃 拉丁文的 呃 象形文字的鼻祖 那么对于翻译 英国象形文字翻译的里程碑 就是这块石头 那么它呢 是这样子 古希腊文字 古埃及文字 下面呢 是写给民众看的诏书文字 啊 那么三种文字呢 在一块石头上面 那么这是呢 公元前194年 遗留下来的古代石块 啊 距今呢 已经2200年历史了 那么在里面 我们待会看到真品 啊 那么这是呢 最早的 在欧洲呢 所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 啊 那么所记载的 那么在近200年的时间当中呢 有呢 翻译学家 历史学家呢 法国的和西班牙的和英国的 三个历史学家 啊 翻译学家呢 做翻译 那么把那上面的文字呢 给破写下来了 那么它会过呢 它 待会我们会看到 它有一个圈圈 那么它会有 其中有 代表有生母 孕母 生母 然后表现呢 一个单词的意思 就相当于呢 中国的原来的这个象形文字 那么它是对于文字呢 最早的象形文字的一个记载 那么说的呢 是当时的法老 啊 托罗密武士法老 啊 那么它呢在 它呢 非常年轻呢 就当政了 那么然后呢 它呢在 当时第一年当政的时候 做了哪些公计 颁布了哪些法典 那么它呢 对于这个东西呢 是有记载的 是有记载的 大英博物馆 现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个 我之前叫他 小朱君 他也叫他自己叫小朱君 这个很可爱的名字 虽然他很年轻 但是呢 嗯 我们常常在 世界各国会跟 不同的领队 啊 不同的导游 去合作 去配合 那我一直觉得 嗯 我特别喜欢合作到的是 比较 纯真的人 比较紫 没什么心思的人 我其实 等到过来 我没敢说 真厉害 哦 呃 这个心思不厉害的人 哦 所以我当时 虽然到过来 我刚才这个 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这些 可能口罪不太好 但是 我自己的心里 都会觉得 不要紧 最后 你对台人家 守护出来的心 是真的 不是说 你对台人家 最后的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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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每一个人的 个性不一样 我对于 比较 忠实的 总的老实的 然后可能印象会比较好 OK 如果你参加过罗浮宫之后呢 当然你来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呢 你会觉得相对之下 他低调不少 文蒙白 也很容易忽略 那从外面一直到进来这里面呢 当然你会觉得好像 让他 的整个感觉 并没有像这一个 罗浮宫这么的震撼 进来 从刚我们进来的 著名的大中亭料呢 大中亭也是新新新新开发的 经过的大中亭料呢 一直往里面走 当然你可以开始看到的很多了 埃及的产物 所以我刚刚说的 你真的来到大英博物馆 不知道你会以为你今天呢 是来到埃及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最值得看的就是埃及馆 跟希腊馆 埃及馆的木乃伊之多呢 好像来到了这个 那个木乃伊 木乃伊加勒府 这个木乃伊 坐着怕人 那希腊馆则是收藏了许多雅典 这个帕特纳神殿的大理石雕像 希腊政府一直想要要回来 但是还没有成功 其实全世界都想跟英国要东西 跟欧洲的国家要东西 因为他们在17、18、19世纪 在海外做殖民史的时候呢 从各个国家呢 掠夺了不少东西 尤其是在当时 你能够抢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呢 那就代表你这个国家真厉害 当然啦 你再想看看 在七八十年前 你家如果家里的电器用品 用这个日本桌 好好好 不得了 你家算是好的人 呃 但以前的小回 呃 这个柏来品 近靠平 呃 可以象征的身份跟地位 哦 那现在一定不敢啊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界界限了 哦 随便宅配 那些邮寄 网路订购都有 嗯 所以 非常 特别 那你看看这个雕像 它特别的在哪边 你知道吗 它能够用十项雕刻出 它身上衣服的那一些皱褶 用九头啊 你就知道它的工艺 有多么多么的高超 可以把身上衣服的皱褶 都做得出来 哦 对对对 呃 那么制铁冰柱呢 那么最 最出名的 那一个呢 就是呢 扔出去的那个过程 扔出去的那个过程 那么现在这个是在准备的过程 那么扔出去的那个过程呢 在法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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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铁冰柱 那小猪君呢 现在呢 现在在在在这里面 不断的在介绍 呃 这整个呃 包括扔出去铁柄 其实看欧洲的这个 我们先不谈大英 我们谈这个欧洲博物馆 对没有的人 来这里看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说 这个很简单的看法 欧洲很多 呃 这个 你看像这种 身体 躺梗梗 啊 呃 呃 这个不穿什么 你说这欧洲人 头上是在想什么 应该 这样说得到 欧洲人感觉 他以前要做这个雕塑品 他这不是用画的 咱们是用嘎嘎嘎的 是用嘴嘎的 我捏缩的 可以把人的肌肉线条 展现的那么的完美 可以把他身上穿的衣服呢 做的这么像真实的衣服 那就不简单了 所以来欧洲看的 是他的那个肌理纹路线条 是用时刻的方式 可以展现出来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哦 那比起希腊 与埃及文物呢 呃 还有来自中东西亚两河流域文化 甚至可以看得到中国的东西啊 你看啊 这个博物馆呢 你说他东西不是掠夺而来的 你相信吗 你很难相信的 那 这个 这个真的 这个你很难相信的 这个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吗 你都没带不及到处处做的 不可能的事情吗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其实看到很多 还有看到拉玛斯的 有一个人面功像 在古巴比伦文化当中 代表智慧力量速度 是神派下来保护人类的神兽 这种古巴比伦的东西 你在英国里看得到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 气形文字的死碑 这个 呃 走两步 还进入埃及的地盘呢 更是呢 一堆木乃伊 都是以前唱唱来 还有大量埃及法老王的雕像 那甚至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到 中国的文物啦 清朝的文物啦 这简直呢 以前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叫做 张物馆 因为全部都抢来的嘛 你真正要看到是英国的呢 你还反而看不到 那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呢 门都看不到 这个是 所以很很很很特别啊 不管别人的文物有多大多重多高都可以整只 但是 当时 用海运的方式 海运的方式 把整组的东西都闻回来哦 呃 这个闻的方式呢 就像东西 我们台湾打开放去 湾南学港哦 大家整组的 鱼都唱着来学港了 我最好迟到的方便 我最好迟到的方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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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 油桶 红色的 有三桶吧 看的是伦敦市中心呢 现在唯一一个城堡 那么由威廉一世呢 当时1066年 进入伦敦之后所建造的城堡 我们就看一下下面里面的柱人 外面就有野兽光柱 当时国王打猎完之后 他把野兽关在哪里 关在当中的走道上面 当时在英国建造城堡的话 当时在英国建造城堡的话 那么护城堡的地图是从卷兰的 原来还没有护城堡的地图 就是我们看到绿色的地图 都是护城堡的地图 你看到这个叫做伦敦塔 英国伦敦的一座标志性的宫殿要塞 要塞不是要塞 在泰晤士和詹姆士一世 将这边作为宫殿居住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伦敦塔曾经作为这个堡垒 军械库 国库 宫殿 天文台 那最后一次呢 甚至呢 还曾经作为监狱使用 尤其是在二战的期间呢 这是官方人 1988年 他也被列为了世界遗产 那伦敦塔的旁边呢 当然呢 也就有著名的叫做伦敦塔桥 我们来看看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伦敦塔桥呢 它是可以开合的哦 你不要以为它左边右边是可以开合的哦 那在这个伦敦塔桥呢 旁边就是伦敦塔啦 塔桥上来之后呢 这个塔桥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伦敦塔桥是人车共行的 有汽车有汽车道 下方是泰伍四合 有大型的船只通过 塔桥的桥面就会上上举起 80几斗 让这个纯正过去 我们现在也介绍过 那以前我们常常在想说 这个伦敦 铁锹 跨下来 讲的不是这一个 是另外一个 这每一次我都要特别解释一次 碎片塔 那碎片塔的这个大楼呢 也变成了伦敦市的地标 在伦敦市你可以看得到 伦敦地标 伦敦塔桥 这个碎片塔啦 伦敦拉 伦敦眼 希望下一次 这个伦敦其实要排个三四天 才够晚 但是你知道吗 在英国 在欧洲来讲 伦敦的消费又算很高 不然其实真的 可以在伦敦多晚个几天 光真的 光英国太多点了 要晚了 太多太多了啦 伦敦塔桥是会打开的 伦敦铁桥 指的垮下来的那个叫伦敦桥 不是伦敦塔桥 两座桥都不太一样 那来到这里呢 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伦敦塔桥的整个 包括伦敦塔左边的这个 跟泰晤寺盒 还有伦敦塔桥 哇 真是漂亮 英伦风情 真有他 一番风味 真有他一番风味 那在这上面呢 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在岸边呢 也可以看得到这个 电视塔 圣保罗教堂啊 贝尔法斯特 的这个 巡洋剑 在二次大战当中 服役退役下来的 但这个泰晤寺盒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刚刚 这个塔桥 虽然我们的佩佩 不知道为什么 拍了一点点 但是小王还是要把它介绍完了 塔桥花了八年的时间 用三万吨的石头 而把它盖起来的 1894年 通车 为了解决当时 英国 泰晤寺尔两岸城市之间的交通 而设立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 1976年之前的塔桥起降了 还是用蒸汽液压作为他的动力 但是现在 时代改变了 已经变成了 电动 OK 我们继续在英国的城市当中 游走 伦敦当中游走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其实在英国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名的红色油桶啊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除了可以看到 有名的红色油桶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有名的英国的红色的双城巴士 还有英国独特的黑色计程车 双门对开式的 这些都是在英国 你才看得到 有的是右驾的英国 黄式的英国 在这个时间来 还有英 不是英花 他能讲错呢 油菜花开花的英国 英国真是特别的美啊 一定要来英国一趟 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英国之美 那这一趟我们也特别的安排的 叫什么 叫做康河泛舟 我们来到了英国的剑桥康河 来泛舟 来坐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船 来体验一下康河泛舟的感觉 叫叫 叫做康河泛舟 我们参观完牛巾现在来到了剑桥 我们来到了剑桥 我们来坐剑桥康河称高 哇 这个是我一直想来做的 这一次终于有拍到了 剑桥大学共有31个31所成员学院 6所学术书院 来到搭船住 我们先来称高一下 在这边呢 感觉呢 做起来呢 就像是什么 就像你去做拱多拉一样 在这里的称高可以请船夫 许多的船夫 都是什么 船夫是建桥的学生 在闲暇之余打工赚钱 变成了在这边最具特色的称高船 沿路为大家讲解沿途的景色 建筑 穿越过一座一座的小镇 小桥 每个小桥都有它的特色 桥墩变成了画框 每一个画面呢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很会拍的人 来到这边就会知道 还可以经过这个有名的 叫做什么 数学桥 这个数学桥 非常的有名 那桥山 连着这个木架呢 为11.25度的夹角 那这个 这种设计在18世纪 被称为几何结构 因此呢 被叫做数学桥 那不知道我们 有没有去拍这个数学桥 听说最初建造的时候 连一根钉子 都没有用的哦 这个很特别 我们来看看哦 这种不错的 这种不错的 就应该是 这种不错的 这种不错的 那种不错的 这种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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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种不错的 你看这天气越来越好了 从这个方向慢慢走过去 有可能应该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拍到国王学院的大草坪 这个哥德士的教堂非常漂亮 也是剑桥大学里面最独特的一个地方 英国剑桥 这里所在呢 其实小王记者一直想要来 亲自来这边摄影 很可惜 在时间上跟各方面都没有 看到了看到 这个就是国王学院的大草坪 哥德士教堂 很多时候这个跟龚德拉不太一样 这里少了一点点的浓厚的商业气息 多了一种的是帅哥划船 称高 刚刚说帅哥怎么一个老灰啊 他有时候会让这些老灰啊 来试试看客人啊 不是老灰啊 那现在我们继续看着这旁边两岸的 这个剑桥的风光 大学成了 你爱我们三国 咖咖咖咖咖咖咖 这个叫 Eagles Pop老鹰酒吧1799年的开始了 但英国非常非常有名 我们现在要进入老鹰酒吧里面 吃什么 吃这个 我们的风味餐 我们的风味餐是什么 有人说 蛤 这一家是这种风味餐 我跟你说 这就是黄酒 这就是肚子 他你吃的东西 其实你不要看 他的鱼很紧起来 很烫啊 外面酥脆 里面很软又很烫 他吃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所以呢 这个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特色嘛 你吃一下吃一下 不管了 人家就觉得好吃 就像你台湾觉得好吃 老外不觉得好吃吧 对不对 来这边 没入境随属 太可惜了 这个游碗呢 扫一味的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炸鱼餐 英国风味 你知道吗 外国的大学 除了很难进去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点啊 你光看到这边的风景这么美 你想想看 你能够每天在这么美的地方来去念个书 哇 真的值得 值得的 不要说风景美 还很难进去念 进去念了以后呢 还有这么美的风景 这么多的古迹陪伴着你 英国剑桥国王学院 整个英国城 整个剑桥城 哇 漂亮 炸军 音樂 他已經並非只是劍橋大學了 大部分的人想到劍橋都會浮現出那一所備手推崇的大學 被泰晤士和高等的教育評定為全球排名第四的大學 也一直是英國的大學雙雄之一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牛津 在這邊呢 英國大學的劍橋 劍橋大學每年大概有兩萬名的學生 劍橋這個城市人口約12萬多 占了六分之一的學生 所以劍橋這個城市的文化氛圍房市 都跟劍橋息息相關 劍橋他不只是大學而已 這美麗的風景令人難忘 英國牛頓的蘋果樹 西元16世紀的時候牛頓誕生在英國 他的父親是一位農夫 牛頓出生之前兩個月呢 他的父親就去世了 留下了一個農場 那牛頓呢 後來給他們阿公呢 撫養成人 牛頓小時候便已經展現出他的聰明與創造力 小孩的時候 失格了水中跟玩具等等 跟其他小孩沒什麼學講 他們這東西就是劍橋大學的研究生 對牛頓的教育呢 非常非常的關切 他的關切呢 不是在於牛頓要考第幾名 而是牛頓的創造力是如何 也因此牛頓在16世紀1661年 就進入到了剛剛我們看到的 英國劍橋學院三醫學院讀書 同學牛頓興趣就在化學的領域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牛頓 他所發明的地心引力 看著捧歌對捧歌手落下來 了解嗎 牛頓對於歐式幾何成績呢 雖然不理想 差點放棄科學概念 宗教學 但是呢 他到後來對數學產生的興趣呢 所推展出來的所有的東西呢 哇 牛頓的這個 歷史啊故事啊真是講不完 所以來到劍橋 我們不免就要了解到牛頓 到了牛頓呢 我們不是想到牛頓 我們想到的就是他出了多少位名人 這個就是劍橋大學吸引人的地方 我們這一趟的劍橋呢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拍的蠻短暫的 但是呢 在這最短暫的最後呢 雖然我沒有辦法很完整的把英國的劍橋介紹完 下一次啦 阿吉島 阿吉島我們再來好不好 阿吉島我們如果來的時候呢 我來好好介紹劍橋 阿吉島 我看我有機會來這裡 但是呢 要離開這些學生呢 我就要特別介紹的這個牛頓喔 牛頓被大多數的人承認為 歷史上最大的微大數學家 他所發現的物理定律 以數學的方式分析的理論 我們不得不承認 他真的是一位偉大的應用數學家 曾經有人說過 如果把這個牛頓由世界開始有數學的時候 開始記錄牛頓活著的期間 我們會發覺 哎呀呀 這個數學橋 哎呦呦 怎麼在最後畫面看到數學橋 牛頓設計的 沒有用任何一根釘子 最後一個畫面才出現數學橋 我剛剛講的 數學由世界開始記錄到牛頓活著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發覺到 我們所有了解到的手法 有一半一種都是牛頓的起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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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喔 現在要解鑽了 啊 解鑽了 要來去鑽 要來去鑽我們的阿姆斯鐵丹 是喔 啊 要來去看鴻花 我鹹那個 鴻香 鴻香 鴻香啊 對 啊 這花多大 多多漂亮 你會撞啊 對 小王 你沒來沒菜啦 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我們這一次首創 啊 做什麼啊 啊 首創到這一個 從英國到荷蘭啊 我們現在坐著郵輪 吃自助餐 準備前往荷蘭 第一次喔 1 3 哈哈哈哈哈哈 哈啤 哈啤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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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坐過很多次的郵輪 但是呢 這一次的郵輪呢 是我們第一次 對英國坐郵輪到荷蘭 這個郵輪它不在於它的豪華 但是呢 很多的歐洲人士 還是會把這一段郵輪呢 當作一個小型的度假方式 呃 可以這樣跨越 晚上困在前面 享受這個渡過英吉利海峽 當然這一趟呢 航程呢 我們坐的這個港口比較遠一點 對這個港口這個時候 其實不可以走到阿恆 但是船班太難訂了 這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說的 有時候真的 每一個人報名的非常晚 我們大家幹嘛不早一點報名 既可以得到航空公司推出來找鳥的優惠 又可以讓這個台灣人 由世界的錄影團體呢 趕快確認清楚成團 那這不是很棒嗎 順便呢 帶回來給全台灣的觀眾朋友 新的視覺新的感受 《特別一點,能夠提供你的聲明》 《特別一點,能夠提供做的》 《特別一點,能夠提供其的路》 《特別一點,能夠提供其的路》 所以我们这个一路上从这儿到阿姆斯特丹 然后我们在明天离开荷兰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荷兰整个非常的平整 因为它整个地很多的地的话呢 都是填海所形成的这个一个国家 它整个是多一点公里 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们能到这个林寿市的这个花园 这个库口霍夫 谢谢大家